Come on, let's fall in love Call me, call me TOP ONE 想要當個藝人 沒有才藝再生這怎麼行 也因此準備要出道的新男團 TOP1男子和早前接受老闆 Andy哥開出的極限挑戰 各自挑選一項技藝 密集上課練習 最終將進行驗收 而身材較單薄的司成 就選了這一個 需要用盡全身力氣力量的太鼓 打鼓看起來好像很基本的東西 但是你要掌握那個姿勢還有那個力道 然後做到讓別人覺得 你的表演是精彩的 其實不容易 你在做每個動作要拉起來 然後你肩膀又不能慫 又要這樣 然後慢慢的縮回來 然後貼你身體那麼近 然後再把他甩下去的那個感覺 其實不容易耶 然後你的腿又要比自己的那個 肩膀還要再寬個一倍以上 然後你的腳這邊 兩邊都要沉 蹲下去的時候到90度 所以要這麼開 然後這樣去做一個打鼓的動作 對 所以他那個架式要非常的濕 然後你打完一個巴大概就是 手已經沒有什麼力氣了 別以為太苦就打打鼓而已 老師嚴格要求基本動作的所有細節 讓司成練到手算腳也算 不過這還是剛開始 1、5、6、7、8 5、6、7、8 5、6、7、8 A、十、1、8 1、8、2、8、1、8、9、9、9、10、8、6、8、2、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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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Ç、6、8 。 rough, God 三 一下 因為其實我不是一個會打鼓的人 那你要去記那個左右手的拍子 然後切分音這樣子 然後這首打完然後換這一首 然後再換這一首 然後這首幾下這首幾下 搞不好我頭很腦髒 然後沒有一個譜 沒有一個譜 就是左右左右走 一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這樣子 其實真的很難耶 只是改變節奏拍子 進成了司成的大難關 於是老師拿出節拍器來 對司成來說 會是助力還是阻力呢 一來老師就讓我做了兩百下的基本功 就是每個細節都要做到非常精準 這個就算了 你每個細節做到精準以後 然後對拍子打 拍子還要對 打 打 打 那個精神讓我折磨 他有先進去聽到的特別聲音 剛好那就是我們能打到他的地方 可是其他幾個人也點檔案很準確的話 很正確的話 瞬間其實你會聽到這個聲音 你看 看你的右手看 你每個右手看很高 對啊 你可以分開 我剛講過的 3 右手說很小而已 對 1 2 3 4 5 6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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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是吃車還是怎麼樣 好 車到嗎 我沒有收 手沒有力氣之後它飛出去了 好 等一下 打到鼓棒都飛出去了 思想還是平民繼續練 好不容易比較熟悉的變奏節拍 沒想到另一個大難關又緊接而來 5 6 7 好 所以我們先到這邊 好 好 快的咧 好 現在知道嗎 現在知道 你看囉 好 好 你比較好啊 你看我是已經告訴你了 5 6 7 好 我給你速度 好 對 你現在知道嗎 所以我現在訓練你聽蘋果 再來喔 有點慢 有點慢 你現在知道了嗎 我其實已經很明確 我可以給你了 5 6 7 跟那個 Dancer的大態是怎麼對應的 所以說這個拍子是 只是就是給我四拍而已嗎 就是 他就給你速度 對啊 就要變快 他一直給你速度 5 2 7 8 好 5 6 7 8 5 6 7 8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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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5 6 7 8 好 5 6 7 8 5 6 7 8 5 6 7 8 對戰鬥師 同樣選擇打擊型記憶的一波 挑戰主局爛打秀 也遇到了類似的難題 四分音符 嗯 那這邊是八分音符 嗯 是十六分音符 嗯 那八分音符呢 就是分兩半 這個分兩半 正拍跟反拍 我用簡單的 兩隻老虎 嗯 你邊唱兩隻老虎 然後打拍什麼 兩隻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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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你現在敲的是 正拍 你是敲四樂音符 嗯 正拍其實滿拍喔 我前面正拍後面滿拍 嗯 真的懂了嗎 嗯 其實我有點緊張 因為剛剛老虎進來 然後就跟我說 你會看豆芽谷嗎 因為我以前其實真的 我很偷懶 我沒有學太多太多的樂 我覺得其實不太懂 現在有點吃力 因為 現在又很早 你知道嗎 蠻早期 腦子 一反二反 試試看 三反 四反 五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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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反 五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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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果 五 五 七 五 六 五 馬 六 要很動腦 其實我的很難 對 打鼓要 師承那個什麼太鼓 我覺得那根本貢獻勞力而已 不要再跟我講 對啊 會不會他們內心也是覺得 他們的比較難 他們沒 他們都說 我那個也不簡單 我那個要敲到手都爛掉 我現在覺得腦子快爆炸了 先從看豆芽埔的樂理開始學起 意外的也讓一波 陷入了無止限的出錯當中 尤其老師正式還拿出了 這一個東西 我最害怕的東西就是解開戲 這幾分音 1 2 3 4 4分音 他想幾分音 1 2 3 100 4 100 幾分音 8分音 對 8分音 1 3 4 4 4 2 3 4 4 2 3 4 再一次 2 3 2 3 4 4 1 2 2 2 快點 重來喔 以防音 就是 雙瘦 比一下 再來 1 2 3 3 5 4 3 4 1 好 школadora 對 對 弱漂亮 他打個手就要動 他需要數學 對於解排戲同樣苦手的一波 好在有見入佳進 老師便在試著加進一些辯奏打法 也就是專業用語中的裹門 3 4 過了 4要過了 多個4而已 這個位置你不要去記要怎麼打 把它點打出來 等一下把它點打出來 第一個 第二個 三個 很快 3 4 2 3 為了讓表演更加豐富精彩 除了過門 老師也另外教一波所謂的裝飾音 像我們一般這樣打著單集 裝飾音 這叫裝飾音 然後雙點裝飾音 然後裝飾音 裝飾音加雙擊 這個對4連音來講會很有幫助 這是一個技巧 對一個技巧 看喔4連音是這樣子 不要單薄了對不對 就是 可是我 雙擊 可是我裝飾音加雙擊 左左右左 第一次左是加裝飾音 左 左 右 連續的 先打小聲音 好 右手 那我可以 通飾下去的同時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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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左手勢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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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左邊真的好得住 對 這個只能慢慢練 邊那邊的手 好 同樣都是打擊新才藝 難免也會被拿來做比較 讓一波和思辰 各自把握時間加緊練習 而其他三位團員 也分別挑戰了高難度的技術 究竟最後會呈現什麼樣的演出 令人期待 完全樂唱卷整理二島